歡迎收看本期的教練救救我 挑戰者在看世界賽時 是不是常常聽不懂主播賽評說的一些專有名詞呢 今天就來拜託教練們幫我們說明一下吧 壓控車強勢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一直去騷擾對方的野區啊 甚至是對方的C位 那這個組合其實在前中期來講 是不是相對落實一點 要等到芽芽有裝備 然後坦克有裝備之後 才可以拋揚它的最強的地方這樣 那今天要介紹的是電滴組合 具體是洛伊再加上一支可以配合 比如說是夜叉 蘭鐸 潘因 莫拉之類的 利用洛伊的二技能回家 然後去做強拆塔 強推塔 強開人的動作 這個戰術用得好的話 會是一個蠻強烈的組合 那今天我要講的是輕戰組合 輕戰組合就是清燕和戰尼爾這兩個組合在一起 清燕因為現在沒有減傷的關係 那它搭配上戰尼爾的減傷 以及高額的護盾 可以讓他在戰場上做會戰的時候有更多的發揮 我今天要講的是養豬流這個戰術 這戰術其實從好幾年前就有 從提米出的時候就開始出現了 就是提米能讓隊伍帶到很大的經濟 加上現在有鏈金 其實射手能拿出很高的經濟在前期的時候 所以那種卡芬尼啊 或者是史蘭茲這種角色 都能前期濃出關 然後可以打出大量傷害 佛戰組合的優勢在於說 佛羅倫帶線幾乎是無敵的存在 那在防守上面又有很多的依靠戰尼爾的 身世將領也有機會去做反打 那同時如果以開戰來說的話 佛羅倫又可以毫無忌憚的直接往前去滑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家的阿楓佛羅倫玩的特別好 如果再讓他搭上戰尼的話 基本上凱撒路可以說是無敵中的無敵存在線 那當然他還是有缺點的 就是如果這一波沒打好的話 他的後繼會稍微有點無力的 也容易被對手給反打回來 聽完教練的講解 我們馬上來看挑戰者們是不是都有了解了呢 痾...好吧 教練救救我 我們下期見